各位参友大家好 今天小坤给大家欣赏一件香炉 大家看这件香炉的画片 然后呢看一下这件香炉的气形 我再给大家简单的区分一下 这件香炉是什么时期的 教大家如何呢简单的判定一下 首先我们看这件香炉的气形 个头呢非常大 这个气形呢叫罗汉炉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件香炉的画片 画的是两条龙 中间呢是一个火焰球 画片呢含义叫二龙系珠 那么这件香炉是什么时期的呢 大家看一下它的底足 这是底足部分 然后呢看一下它的内部 这个香炉要有充现了 它不是完整气 这是一件清代康熙时期的二龙系珠 大罗汉炉 尺寸非常大 这个右水跟化工还有青花发色 在同类气形当中 都是顶级的 这是我过手过最漂亮的一件 康熙二龙系珠的香炉 那么我们看这件香炉 龙纹的画工 下额长 上额短 这是康熙时期 非常明显的特征之一 然后我们看这个龙爪 强健有力 它的龙爪上边呢 背齐呢是三根稻刺状 大家看了吗 纹饰非常简单 三根稻刺状 而且呢 这个稻刺状比较大 在康熙以后呢 他这个稻刺状逐渐的缩小 没有这么明显 我们看他的龙头 龙头呢宽大 这个肉宗厚实 大家看了吗 这两个都是这样 龙头宽大 肉宗厚实 龙身呢浑厚 强健有力 他这个尾巴 都是突尾巴 两条龙的尾巴 都是突尾巴 这个也是康熙时期 比较典型的特征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香炉 口颜下方这个文士 画的呢 是佛家八宝 中间呢 这全是寿字 佛家八宝寿字 这是一个大罗汉炉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底部 这是最典型的特征 大家看啊 这个底部 右面呢 非常的坚硬 经过这么多年 距今到现在呢 将近400年了 大家看一下右面 非常的坚硬 瓷尺 紧皮靓腰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康熙紧皮靓腰腰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它的底足 这是一个平切足 平切足 这个右面呢 非常的坚硬 瓷尺 糯米胎 这个大家可能看不太清 最后啊 我们会把镜头呢 给大家转过来 让大家欣赏一下 它的底足 还有它的画工 还有它的制式 各种文式 都非常的漂亮 作为爱好收藏的藏友呢 大家经常可以看到 网上各种关于词记的解说 大部分呢 都是理论知识多 咱们给大家解说的 每一期节目呢 都是结合实物 为什么结合实物呢 因为啊 我跟大家说 尤其在你刚学习词记的时候 你光看理论知识没有用 这个理论知识跟实物是有偏差的 我为什么鼓励大家多看一些实物呢 多看一些精品的实物 对于大家学习词记是有帮助的 拿这件东西来说 如果我作为行内人士的话 这件东西摆在我面前 我一上手 我就知道清代康熙时期的 但是好多藏友呢 需要看咱们的视频 然后呢 通过它的龙纹 通过它的胎质 还有它的手头 这个手头非常重 来判断它是什么时期的 这件香炉的化工 而气情还有青花发色 可以说是 算是同类当中的顶级品 但是呢 就是说好货没有好命 它又充现了 完整不缺词 非常的漂亮 这个龙啊 康熙时期的龙啊 画的非常的霸气 威武霸气 强健有力 大家看 它的龙爪像刀子一样 非常的囚禁 双眼怒争 张口吐蛇 下面呢 我们把镜头给大家转过来 让大家看一下 它的细节的地方 然后呢 再看一下的内堂 还有底足 这是比较好判断的 而且这个特征呢 都比较明显 现在咱们把镜头给大家转过来了 大家看一下 这个龙闻的化工 非常的强烈有力 双眼怒争 张口吐蛇 这个爪子像刀子一样 大家看着瓶器的右面啊 看着瓶器的右面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胎质 这是康熊时期的胎质 这是康熙时期的胎质 区别于晚清的胎质呢 大家可以细看一下 这个东西非常重 手都非常重 然后这个右面呢 这叫紧皮靓右 青花发色 也是一流的 我给大家放大一下 大家看一下它的底足 它这个底足上面有护胎 大家看了吗 但是这个瓶歇足呢 底部着地的地方 这个护胎已经磨蹭掉了 大家看啊 非常的坚硬 瓷式 这是康熙时期典型的特征 看这个右面 这个化工 像这个香炉啊 在香炉的气形当中 都是非常漂亮的 而且呢 青花发色 都是一流的 这个香炉完整的话 价格都在5W以上 我们玩瓷器呢 就是玩它的化工 玩它的发色 还有玩它的胎质 这个是它的充限的地方 大家看到了吗 这个罗汉炉非常大 冲到了这儿 好在呢 不缺瓷 这是一件非常难得的藏品 今天这期视频呢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大家呢 看完这期视频 要好好总结一下 因为这是一件 非常难得的香炉 化工 右手 青花发色 还有胎质 都是同类当中的上等品 个头也非常大 这是一个清代康熙时期的 罗汉炉 咱们从它的底足的胎质呢 还有它的右面 化工 都给大家展示了 大家呢 回去自己仔细看一看 因为这种东西 是比较难遇到的 感谢藏友们的欣赏观看 如果您爱好老夫妻 喜欢老夫妻收藏的话 不要忘了给小坤点点安心和关注 咱们只讲收藏事实 不讲简陋故事 您只要关注我 认真地看一下 咱们每一期讲解的视频 对于您学习瓷器 都非常有帮助 因为咱们都是 结合食物讲解 不光是空洞的理论 而且咱们的食物 都是一些精品的食物 像这种大炉 如果完整的话 价格都是不菲的 再次感谢大家 如果大家有什么不懂的 欢迎大家 互动留言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